事实上,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强推对华脱钩锻炼,人为干扰市场行为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一段时间以来,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,滥用出口管制措施,限制对华出口 美方打压遏制的不仅是中国 而是要剥夺广大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和正常发展的权利 将这些国家永远压制在产业链低端 这种自私自利的科技霸凌行径,不公平,不合规 破坏全球产工链稳定,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最终也将反噬自身 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,共享机遇 同时我们也将坚定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遏制、打压阻挡不了中国发展 只会增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和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